好 選舉落幕我們要看到國會也許要迎來全新的氣象了 立法院長究竟政黨會挺誰呢 好 今天我們來看到民眾黨八位不分區的立委當選人 就在今天他們共同交開這一場的記者會 拋出考題要求藍綠兩黨 由於角逐立法院龍頭的人做出回應 但是外傳的藍營早就針對立法院長選舉想好了四種可能的劇本 超越藍綠 最強戰力 民眾黨八位不分區立委當選人椅子排開 宣告下屆立院準備就位 新黨團首戰就是二月一號立法院龍頭之爭 請兩大黨有志於國會龍頭的人 先清楚的交代你國會改革的藍圖 具體的回答 這個會作為台灣民眾黨立院黨團 下一步我們在決定立法院政副院長選舉的時候 我們所會採取的態度 關鍵少數支持誰民眾黨沒明說先拋問題要藍綠回應 既然能左右戰局當然不會輕易亮牌 以前的事情過去就過去 但是將來的目標就是以全民的利益為主 那過程中我們需要的是政治跟誠信 民眾黨剛剛成立這個這麼大的八人的團 當然是團進團出不會有個人意識 民眾黨初步決定黨團八人不會各投各的 但宣前選後藍白恩怨會影響投票一項嗎 在民眾黨拋出四問後 戰鬥藍趙沙康搶先回應使出善意 藍營跟研判四種可能劇本藍白核是上策 也不排除最終民眾黨自己提名或全部不投 最擔心的就是與民進黨綠白合作 我們對於民眾黨記者會相關的說法沒有任何的評論 一切要等到新國會組成之後 由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討論後做成決定 民眾黨反而應該先好好思考 他要擔任執政黨或者是在野黨 那我覺得國民黨要對得起我們自己的選票 我們就當一個忠誠的在野黨 目前國民黨內傾向韓國瑜是立法院長的第一人選 但黨內傳出實力堅強的傅昆旗 已經蠢蠢欲動找兵買馬 傅院長保留藍白合作的空間 民進黨則是既往尤希昆續任 但也傳出其招白政綠副組合 讓民眾黨搭配蔡其昌迎戰國民黨 知識綠白過去合作不太愉快 黨內並不樂見 立元龍頭三黨過招 檯面下有得鬥 接著林俊廷江凱琳參訪報導